中共肺炎疫情肆虐之際 北京又出現不尋常的天氣 12月29日 北京市上空出現三個太陽 12月29日 《新京報》等多家大陸媒體報導 當日上午九時許 有網民在北京拍到天空出現三個太陽的景象 據拍攝的網民表示 該景象從早上九時左右開始 由明顯到淡化 全程持續大概兩小時 大陸媒體稱這是還日 據網傳視頻顯示 天空中是一個明亮大太陽的兩側 有兩個小太陽 雖然小太陽的光亮不及中間的大太陽 但是仍然可見三個太陽並存的景象 有網友發貼稱 北京今日中午前後 全程坤可見雙側還日 部分地區還有環天鼎湖 和極淡的46度雲 懷游有外接雲 還日這種現象在古代疫情出現 最著名的要數古書中所提到第二遙時 十日並出的故事 在中國古代 朝廷中掌管天文星宿的占卜之士 根據種種特殊的天氣 來預言吉凶 並告解當朝長權者 大紀元評論員宋善 在今年10月 黑龍江省 莫河市出現三個太陽時賺民認為 患日異仗 預告中共末日 它說 今年庚子年以來 中國大陸天災人禍不斷 武漢肺炎疫情 肝巷 洪災 地震和黃災等接種而至 新疆6月 這些災害都是上天在警示人